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我家 最近收到很多观众的私信 佳哥 秋天来了 国庆来了 是不是应该搞点秋妆啊 对啊对啊 不要太贵 学生感没什么钱的 可是广东的天气 你谁很man 广东是没有秋天的 但不代表你们没有嘛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 11件适合秋天穿搭的 评价国务潮单品 价格在1XX2XX之间 按照品牌我分了6个部分 导航在这里 基本上以大家呼称最高的位移和长体为主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出效果 接下来整体的呈现 下半身我一直穿着这条 巨能搭 巨能装的机能长裤 以及一双纯白的Air Force One 你是因为懒不想换裤子吧 大庭广众之下 凡一姐带拍穿她的日子 我过惯了 你走吧 正所谓高温天气拍秋装 这期不看就等着穿 来个三菱打打气 你荷包马上装满MV 那同时接下来每一件单品出现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公屏留下 1就代表 我觉得OK 2代表 我觉得不行 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就像我开乐所说的一样 长体和卫衣 绝对是秋季配搭里面的王 单穿可以 叠穿也可以 单方可以穿长体 稍微一脸可以穿卫衣 我怎么又开始押韵了 有些地方好像不只穿卫衣了吧 该不会真有缘 已经要穿后外套了吧 先来看看薄一点 先看一看 Passway的这个月朴卫衣 我特意挑了一件浅性色 相对白色来说 会更加耐脏 以及更加有质感 那么这一件呢 采用的是280克的纯棉的磨毛面料 胸前的文字印刷所表达的就是 下一首曲目的这个意思 背后的大面积的印刷 乐谱加歌词呢 还有这个意境的图片的拼接 仿佛就跟后面的人说 来 靠近我的背 听听这首是什么歌 你的如何回我 这是我是寒陈梦 听听这是什么歌 至于茂山方面呢 同样也是Passway的 不要回家茂山 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不要回家 国庆节不回家要干嘛 你们国庆节不回家要干嘛 难道还问我这个老人家吗 那面料是380克的毛圈面料 版型是oversize的吊尖设计 而印刷上面印的是 勇解的英文字体 Don't go home oversize的卫衣男女穿都ok的 多囤几件冬天内戴也是棒棒的哦 可还是不可 在这里留1和2 第二part 除了卫衣以及长踢之外呢 轻保险气质低调 有内涵闷烧又亮仔的一件衬衫 用佑姐的话来说呢就是 艺术系哥哥风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是艺术系哥哥风 难道是你吗 这一件以纯黑色为主调的衬衫 来自国家品版Nocturnal 之前呢有上升搭配过他们的 名画画框梯 很多亮仔都来跟我说 加哥哥有内涵 车上很亮仔很高级 这一次的这件衬衫呢 还是遵循了他们一向的风格啦 穿松的版型呢很贴心的 照顾了大部分体型的好兄弟们 干爽的材质以及厚度呢也很适合秋天 你可以选择 厚扭扣穿 松一点扭扣穿 敞开穿 披着穿 但千万不要学着绑在腰间穿啦 简材上很有心事 在胸前设置了两片的面料 掀开之后你会看见里面有两个很漂亮的刺绣图案 呼应着腰间两侧 今年最火爆的设计元素 说出来 蝴蝶吗 你怎么比男爷才喜欢蝴蝶呢 腰果花 不多不少的两块的腰果花拼接呢 刚好在腰间的位置随着你走动 露出合适的比例体面 一还是二 你在这里 那黑色在秋冬穿搭当中呢 大家一般都是比较容易接受 那接下来我们来点五彩斑斓的黑 这一件呢是来自国潮品牌 Understress 发泡印花圆领卫衣 oversize 吊尖的剪裁同样是男女通吃 面料呢有佳容 所以呢也有一定的保温性 稍微低一点温度的地方呢也适用 而且呢用到今年非常受欢迎的这一种发泡的印花工艺 拨上去呢很有手感很立体 而且它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 后面的这一句 看到了这个词 懂得都懂 Shit 第二件的五彩斑斓的黑呢 就是这一件的笑脸长T 我觉得这件T很适合我 因为它上面这里写的就是 Don't be mad 放松一点不要太暴躁 因为其实我平时呢脾气比较暴躁 虽然我进来有不少改善 但是这一件T前面的这一句话呢 还是会提醒我 心胸开怀一点放松一点 我怎么感觉好像这一期 你们还没点赞 还没点吗 赞都不点还拍视频吗 不拍 讲笑的讲笑的 点不点赞 加哥还是一样爱你 当然点了的话更爱了 长T后面的这个图案呢 我理解是一个爆跳油雷的卡通原物 加上文字的话呢 用了三个颜色的设计 带有一点霓虹灯的感觉 怎么样 你是一吗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一趴我们搞点颜色 众所周知 加哥最爱搞颜色了 讲什么啊 我的意思是我最爱搞颜色搭配了 颜色搞得好 三年少不了 所以呢 我这次用心两股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看得快乐 才搞得颜色 千万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我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PC Diary的黄色扎眼 半拉链位移 黄灰色的扎眼颜色呢 穿上身有一种很神奇的化学效应 属于是那种 你第一眼看上去 OK咯 还不赖嘛 等你穿上去之后 哦 这个颜色我好喜欢 好漂亮 好显肤色 那毕竟这一件呢 其实质感和剪裁都挺到位的 380克的毛圈面料够厚实 加上零口的半拉链 提供给大家更加多的穿着配搭的方式 偏左位置的口袋呢 可能会让很多有强迫症的人 老想把它拽到了中间去 但也许 这就要设计吧 第二件呢 同样是 TC Diary的这个米奇印花套五头位仪 相对于刚才那一件来说呢 磅数更高一点 有440克 所以拿上手呢 是比较厚实的 同样也确保了oversize的 简直穿上身之后呢 能够展示出不错的版型 配合大面积的米奇玩味图案印花 我感觉 这就是我逝去的青春与童年 一年介绍了好几件上衣之后 该不会有人真以为我不换裤子了吧 该不会吧 对于南方的秋天来说呢 其实短裤呢 就已经可以应付了 但如果你担心你的腿毛在秋风当中 太有孤单的话 还是整一条长裤吧 来自 IKAPRU 多功能拆卸口袋西裤 由名称所示 这条裤子呢 把西裤以及机能风呢 结合在一起了 那跟大家一般认知的机能裤 通常使用偏硬的面料不同 这一条呢 用的是西装料 就是比较垂坠 比较顺滑的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 穿上也比较干爽 在左腿的位置呢 有一个可拆卸的多功能口袋主件 以及一个金属的插扣 男孩子在外 要好好保护自己 不要的时候 这个可以防身哦 插扣以及这一个口袋呢 都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要怎么组合的话 就任君选择了 上身的这一件黄色长蹄 也是他们家的蓝天白云长蹄 版型上面呢 属于是宽 但是呢 剪裁会有一点点短 就不至于 把你上身显得太长 面料上面呢 也是用了磨毛的处理 正面呢 是两个 椭圆形图案的印刷 后面有大面积的涂鸦文字 配搭下身的藏骨效果还是相当的亮眼的 是一还是二呢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一套来一个蝶穿配搭吧 毕竟要照顾一些在某些 秋天气温比较低的城市的朋友吧 就要请出近两年 搭配的界的蝶穿恩物 纯色 高领 打底衫 以这一件BOMLESS的高领长T为利害 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了 保险的话 你还是上一件白色比较好 面料上面呢 采用的是80克的金属棉 领口以及袖口的螺纹呢 非常细致而且弹性非常好 只要你不是脖子特别粗的话 都可以轻松驾驭着它 那如果同时要兼顾配搭性 以及保暖的话呢 还是搭一件外套吧 就像我一样 我在上身搭配的这一件同样是BOMLESS的 衬衫外套 面料材质纹理呢 很有奢侈品牌内味 胶织的纹理细节 看上去就很有层次感很高级 而且这一种面料有个好处就是 不折皱 不变形 让你从秋季战到冬天 都不是问题 又一句押韵 又一句押韵 又一句的押韵 宽大力挺的版型 下摆是前短后长的一个设计 高级内味有了 白大的暗色调配色 什么叫层次感 这不叫层次感咯 好吧 那么6%的介绍6个品牌 你pick哪一个呢 可以在这里投一个票 最后的时间记得点个赞 一周内点赞能过完的话呢 我们的裤子推荐也会安排起来 预祝各位国庆节快乐 记得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加点玩溜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